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 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笑口常开 笑世间可笑之人 也就是告诉我们 做人要大度 别小度鸡肠 大度的人做人大气 人生做任何事情更加积极乐观 而现实生活中却不一定是这样的 对别人太好是一种错误 很多大度的人反而被别人利用 不会被人感激 因此而失去人脉 福气也会慢慢消失 你越是大度越没有朋友 原因应该有以下几点 一 大度的人是别人心中的老好人 别人反而看不起 大度的人从来不计较 本来是好事 因为不计较的人心宽体胖 过得自由自在 但很多人并没有感恩之心 而是把别人的大度当成理所当然 过分大度的人是别人眼中的老好人 觉得好欺负 心中在想反正他不会反抗 欺负了也无所谓 一个总是别人欺负的人 就是聚会的时候被损了对象 做事的时候被安排到最差工作的人 不管做多少又苦又累的活 也不会被人认可 如果一次出错就遭到了责罚 甚至是被黑锅 过分大度的人 有点类似过分老实的人 别人都不想深入交往 因为怕同样被人看不起 惹上各种各样的麻烦 二 大度的人总是一忍再忍 其实是委屈求全 一忍再忍就是软弱 是无能的表现 你对身边至情至爱的人包容 是理所当然 是保持家庭和谐 但你对外人也过分包容 就是委屈自己 你以为委屈可以让别人 和你好好相处 其实别人是在随意践踏你 把你当猴子一样耍 大度的人总是没有自己的观点 或者说有观点 但是没有坚持到底 被别人的观点左右了 因此你只能保持中立 或者变成别人的影子 因此大度的人别人就看不起 你越是委屈 其实是一种悲哀 大度的人在别人看不起自己 欺负自己的时候 还可以一次次安慰自己 没关系 但有点自欺欺人 最后吃大亏了 才知道真的有关系 三 大度的人容易被人利用 真心朋友很少 过分大度的人身边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利用你 而不是真心想和你交往 实现互帮互助 你对人大度 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但是他们不会这样想 只是在摆脱困境之后 或者得到既定的利益之后 就果断离开你了 人与人的平等是 而不是靠委屈来实现核心 对那些不懂得尊重自己的人 也宽容大度 只是会起方面作用 助长了别人的嚣张 比方说 你对小偷大度 小偷不会变成你的朋友 还可能多次光顾你 偷盗你的东西 小偷都把你当成软柿子 土格尼夫说 不会宽容别人的人 是不配受别人宽容的 但谁能说自己 是不需要宽容的呢 一个人 做人要厚道 于是要大度 对那些小度机长的人 就别大度了 因为他们不配 千万别过分大度 让自己卑微到尘埃里 而是要适度地大度 维持人与人的 平等互利的关系 做人 当你懂得适当反抗的时候 别人反而会高看你一眼 觉得你有个性 尊重你 你过分大度的时候 就真的是软柿子 欺负你的人多了 和你真心交往的人少了 反而变成了一个 没有朋友的人 做人大度没有错 但是要对谁 看值不值得 老祖宗告诉我们 做人要老实 老实人不吃亏 做人要真诚善良 没有错 但有时候 做老实人并不一定是好事 马善被人骑 人善被人欺 做人 过分的老实 也是一种傻 为人老实没有错 但要看对谁 古花说 要以德抱怨 用善心去感化别人 包容别人 可是很多人 其实不值得善待 他们铁石心肠 顽固不化 应该要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比方说 一个老实人 轻轻恳恳在家种地 单稻子经常被人偷走 还遭遇别人家的 牛羊践踏 结果一年的收成 为乎其微 如果这样的事情 你包容了一次两次 别人还是不收敛 那么就会一辈子种地 都没有什么收成 导致家庭变穷 因此 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 要懂得反抗 可以采取和对方 沟通的方式 沟通不成 可以选择打官司等 当然 反抗不是以包制暴 而是采用合法的手段 有的人 认为你老实人 就一次次欺负你 你说几句 反而被他教训 这样的人 典型的恶霸 人人得而诛之 如果你在这样的人面前 也做老实人 那就是傻 老实要有度 别一辈子忍其吞声 俗话说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过分的老实 是一辈子都低头 卑微到尘埃里 别人会无视你 把独守伸向你的各种利益 你来顺受 换来的是自身的伤痕累累 别人的得寸进士 无私奉献 别人以为都是你应该给的 后来总是向你索取 哪一次不给了 就对你拳脚相加 或者恶意诽谤你 太迁就别人 就慢慢失去了自我 要知道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活成别人的影子 太难受 太压抑 没必要 过分的纵容别人 其实是助纣为虐 比方说 一个不思进取的小偷 偷到你家了 你不仅不驱赶 还可怜他 让他在家吃饭 结果小偷 以为天下人都很老实 都不会教训小偷 最后变成了 非常猖獗的 倒想犯人 因此 老实L度 是建立在 可以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 不能因为老实 就失去自我 过分的老实 也是一种傻 迷失了人生的方向 弄丢了 做人的尊严 过分的老实 就是被人眼里的 垫背的 好心坏来的是被冤枉 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有一颗感恩的心 要记住 一辈子不做亏心事 也别过分的老实 诚恳待人是本分 懂得拒绝是理智 学会反抗是本能 事可忍 数不可忍 小事忍一忍就过了 大事忍一忍就变成小事了 坏事忍一忍就被黑锅了 恶事忍一忍就遭殃了 要记住 对自己好的人一生感激 对弱小的人真心帮助 人敬我一尺 我情人一丈 善良留给好心人 冷漠留给坏心人 一辈子 善良有尺度 老实有底线 凡事适可而止 别让你的善良变成愚昧 做人要学会 净水深流 俗话说 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 真正厉害的人 是不会轻易亮出自己的绝招 也不会被人发现 自己的弱点 总要有所保留 不要动不动 就使出吃奶的劲 亮出了家底 净水深流的人 不是说真的安安静静 一辈子都平庸 而是保持安静的心态 却在暗中使劲 就在别人都不注意的时候 一点点进步 最后变得强大起来 要知道 枪打出头鸟 太亮眼的人 往往被人记恨 稍有成绩 就成为打压的对象 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 就要学会出其不意 做人要学会智者无言 智者无言是一种修养 越有智慧的人 越内心安静 层次越高 对任何风吹草动 都不以为然 什么都不说 又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智者无言 表面看起来有些愚笨 但不是愚昧 更不是傻乎乎 不会随便被人欺骗 真正的智者 是用旁观者的角度看世界 保持清醒 思路清晰 说什么都可以说到点子上 不呱呱其谈 不说外行话 真正有内涵的人 都沉默寡言 沉默的人 不是无话可说 而是不想说话 和那些幸福的人 说什么都没有用 别人不会理解 和那些同样 有智慧的人 说几句就懂了 智者无言 是保持一种 大之若愚的状态 世界的风雨再大 内心都是 窥然不动 欲视不惊 做事从容 佛说 静水流身 赤者无言 如果你真正理解了 这两句话的深意 你的内心也会变得非常平淡 多世界的认知也会提升 真正聪明的人不爱说话 心静如水 凡事不动声色 却能胸有成竹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